是希儿院子里的客房 你已经睡了两个时辰了 可饿了 我去帮你拿点膳食来 嗯 是不是饿了 麻烦你了 麻烦什么 不麻烦 玉齿熙得知宗安凤醒来了 连忙跑了过来看她 宗姐姐还好吗 现在头还晕不晕 不晕了 希儿 我是怎么回来的 我牵着宗姐姐回来的 那我回来后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段一 啊 五皇子看起来 腿似乎有点瘸 她是不是伤到腿了 好家伙 我哥可真的是会装啊 玉齿熙将她喝醉后 抽了玉齿段一一顿的事情 说了出来 哥哥说 让我不要告诉宗姐姐 她不希望宗姐姐自责 让宗姐姐问问我就告诉你 我 我喝醉酒后 还会做这样的事情 段一 啊 五皇子 严重吗 我也不知道 宗姐姐一会儿可以问问我哥哥 宗姐姐 你来当我嫂嫂吧 我哥哥肯定会好好对你 若是他不好好对你 我叫我娘帮你一起抽他 等我长大了 我也帮你一起抽 希儿的心意 我心灵了 这事儿 现在不着急 对对对 但是急不得 我不是催宗姐姐的意思哦 我只是说出了我的希望了 但是感情这事儿 如人饭 你会让我拥有 宗姐姐 我希望宗姐姐幸福 好 谢谢希儿为我着想 我知道 希儿是很喜欢我 没有催我的意思 宗姐姐 我跟你说哦 我娘告诉我 我哥以前啊 玉池西将玉池段义 以前做的一些糗事儿 都说了出来 不是吧 真的 天哪 段义也太可爱了吧 可惜那会儿我也还小 没能进宫待着 不然我定要掐她的脸 给她掐哭 她还做过这样的事情了 是不是 我娘还说 她当初皮特菲尔香树 给刚出生的鸟蛋当年 要孵化她们 结果你猜怎么着 我哥一屁股坐上去 把鸟蛋都碎了 还从树上摔了下去 我哥抱着鸟 温和碎了的鸟蛋 哭得天昏地啊 这些大糗事儿 就没必要说了吧 妹妹 哥哥 好哥哥你来了 我刚刚在宗姐姐面前夸你呢 若不是我方才听到了 还真欠了你的鞋 请怀安 看好我妹妹 好好照顾我妹妹 哥哥 你不让我在这里了吗 我不是 我没有 宗姑娘要用膳了 你已经吃过了 行哥哥 我们走 不跟臭哥哥玩 阻似 我没吃过了 我没吃过了 你